下面要講的叫做這個,外閃頂州 就是我要跟開始,我沒有答案 可是我要請各位想,你做了什麼事情 外閃頂州是台灣西部一個非常大的沙州 請注意,我現在跟你寫雲林 我的講義上都寫在雲林 可是你現在去雲林,已經找不到外閃頂州了 你要去嘉義 你不要去雲林,找不到回來屌我 說哪有去外閃頂州 他現在不在雲林,他現在在嘉義 他的大小已經越來越小,然後位置也偏難偏了 好,我們本來有一個很大的沙州 叫做外閃頂州 他現在變小了,你想想看 我不知道,我沒有答案 你自己想或自己找資料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讓他變小 這一定是所謂的輕時增加成績減少 你做了什麼事情,讓他成績變少 所以,他就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你想想看,你會找資料 到底歷史上做過的是哪些事 讓他變得越來越小 就是我講過的,做了什麼事情會有什麼後果 這個才是我們的學習的重點 一個叫外閃頂州 一個叫做浮龍沙灘那個半海洋音樂器的地方 可是呢,後來發現沙灘沒有沙子了 沙灘沒有沙子 還得去外面運沙子來出才有沙灘 才能夠有陽光比基尼之類的那個 被我活動 OK,好 那為什麼沙子不見了 不見被侵蝕 為什麼沙子不見了 反河人士是說 那是因為河氏為了要蓋河氏 要蓋個重劍碼頭 重劍碼頭就是 它裡頭整個運擺運爐上來的 所以要蓋個防波堤 防波堤一蓋手一伸 然後呢,就把海油擋住了 這要做凸蹄效應 凸蹄效應擋住了 所以沙子就去不了 然後所以沙灘就不見了 台電說,如果不是我台的啦 不是因為這樣啊 是因為一些自然因素啊 什麼台風啊 什麼河流的 什麼水量改變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沙子才減少 好了,不管誰做得對啦 不管誰做得對 反正就是有某種人為的 或者是天然的因素 讓它的成績變少了 輕持變多了 所以它沙子就不見了 很想哪些因素 哪些因素 剛剛講的凸蹄效應有沒有 哪些因素會讓它的沙子要變少 哪些沙子讓它會變少 然後呢 等於是侵蝕增加 所以沙灘就不見了 天然的也好 人為的也好 哪些事情造成這個 就不去了 想一想 想一想 什麼事情會造成這個結果 這個我直接報答案 我不問 我直接報答案 這個答案正好是桃選的相反 這個答案正好是桃選的相反 最右邊的封叫桃選最好 最左邊的冰川叫桃選最差 所以它的秩序正好跟桃選好壞正好怎樣 相反 正好相反 它跟桃選好壞正好相反 它就說誰帶來的顆粒比較大 因為冰川是固體和硬性帶來的顆粒會最大 風就要看它的風力有多大多小 所以它也不可能吹出來太大的顆的東西啊 所以顆粒就比較細小 所以我說我不問你我直接報答案 這個答案正好是桃選好壞的相反 就了解一下 就是有關於我們的動腦時間 就是剛才的重點就是請你想一想看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會死的東西的成績就變少了 等於侵蝕就增加了 所以那個沙灘就不見了 所以外傘頂洲就越來越小了 想一想或者去上網找一下資料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OK嗎 OK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